皮蛋瘦肉粥怎么做才能好喝 还没有腥味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给家人做一顿健康美味的皮蛋瘦肉粥早餐 首先皮蛋先蒸一下 水开后上锅蒸5分钟左右 蒸熟的皮蛋煮粥不会黑居屈的 准备好葱花和姜丝 再把蒸好的皮蛋给它剥壳 剥好的皮蛋给它切成小丁 放在盘里备用 然后准备一块里脊肉切片 瘦肉也可以 片越薄越好 不好切的可以把肉先放在冰箱冷冻里面 稍微冻硬一点再拿出来切片 切好再将肉进行腌制 先放一勺盐 适量胡椒粉 尿酒去腥 最后倒入适量淀粉 然后搅拌均匀 搅好以后放一旁备用 现在开始煮粥 水烧开以后倒入生饭 然后将米饭搅散 水和米饭的比例在3比1 米饭不要放太多了 有砂锅的可以用砂锅来煮 然后盖上盖大火煮开 煮到米饭沸腾就揭开锅盖煮 防止米汤沸腾时候溢出来 然后改中小火慢煮 喜欢香菇的味道 可以提前泡好香菇切丁 放入锅中一起再煮5分钟 5分钟以后再加入皮蛋 搅拌均匀 粥煮到浓稠的时候 就可以放肉片了 肉放进去以后用筷子给它搅散 防止肉片粘连 接着放入姜丝 再进行调味 放少许盐 适量胡椒粉 稍微煮一下 再撒上葱花 一锅皮蛋瘦肉粥就煮好了 出锅香味十足 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开启新的一天 元气满满的生活 我每天都在用心给大家分享 用心给家人做美食 放入姜丝